剛剛其他委員有在跟你質詢台灣的經濟問題 那在你的口頭報告 你說目前有選定電子資訊 還有經貿的機械 還有紡織 對不對 對 部長 紡織你要怎麼做 紡織現在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您大概也很清楚 我們紡織業現在越做越好 就是做這些機能性的這些產品 在國際上 部長 部長 裡面全台灣的話有前十大閒置的工業用地對不對 閒置的工業用地有前十大 你手上有沒有 請幕僚趕快拿給你 好 來 第二名的話就是雲科的私資工業區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雲科的私資工業區 現在有哪一家的私資工廠進駐在那邊 應該是這個 中籤 中籤在那邊 他土地佔有幾公頃 大概二十幾公頃 來 部長 比全台灣的前十大閒置的公用地 總共一百三十六公頃 在雲縣 雲科的私資工業區裡面 現在呢 有一家公司 叫做中仙公司 那麼在一百三十六公頃裡頭 他佔了多少公頃 部長你知道嗎 二十 二十公頃 已經拖了多久都沒有拖 所以我們大概用這個提高這個公共設施的管理費 我的問題就是很簡單 你不要賺我的時間 中籤公司的話 從民國幾年拿到土地 到現在拖了多久 他那一寸地都沒有進場 對不對 好 那麼我請問 我請問部長 你說目前呢 你選定了電子資訊 精密機械還有紡織 你怎麼推動紡織呢 早年的時候 我們的國家 也要在雲林 在雲林的話 選擇一塊地 把台塘的農地變成私資加工出口區 結果呢 這裡呢 一家工廠都沒有進駐 雲林縣 我們也有紡織我們的基礎工業 結果我們的基礎 我們的紡織業 我們沒有辦法進場 因為全部壟斷在這18家 那麼請問局長好了 你就來回答 18家現在移到哪裡去 是不是就是所謂的上海幫 有沒有到中國去設廠 當初呢 農地呢 轉換成工業用地 這18家 請問一下這18家的 有哪幾家到中國去設廠 如果他到中國去設廠 他又擁有我們台灣 農地變成工廠用地 好 那請問 那這些他擁有的地 是不是已經轉賣了 他賺了多少錢 他賺了多少錢 你們經濟部更可惡的 你們還有一個叫做加工出口區 你們這個加工出口管理處呢 還跟他 還跟他共同合資 還丟了 砸了1.5億對不對 有沒有這回事 部長有沒有這回事 那你跟我講就是說 你要推動4.0 運用生產力4.0相關的技術 然後呢 目前選定有電子資訊 精密機械還有紡織 這樣嗎 聽得下去嗎 部長我再跟你講你的口頭報告 你再放開你的第7頁 我們要發展經濟 我看不出部長 你今天對於能源的佈局 你怎麼佈局 那你在第7頁 你提到了 有關於不良耕作的土地 就像雲林縣 有些地層下限不良耕作對不對 好 免禁標對不對 好 你再說的時候 要鼓勵地面設置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對 好 部長請問一下 免禁標有虧限嗎 有虧限嗎 好 再問部長 進入去建設嘛 再問部長 所謂地面設置 你們有沒有會農委會 你們有沒有會農委會 你在推動這個政策 有沒有會農委會 你知道你能源局 你在怕 你們能源局在推動 在推動這個能源 新的能源的政策 你知道嗎 地方基層 地方基層真的是如上考P 你們的能源局的話 一定要會農委會 農委會的話 就怎麼講 農地如果沒有做農事生產 他就不愛簽嗎 對 你整個人投資在那裡 對 哇 你今天還說的是免禁標 你還要鼓勵說地面設置 我請問一下地面設置的話 你是設置在什麼地 是農地還是工業用地 還是養地 還是國有財產局的地 你跟我說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有關那個地層下限 好 我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跟你講 那是農委會公告出來的 不是我們能源局公告 對嘛 農委會公告出來的話 如果我們國家的政策 經濟部你要推動 穩定供電 還有例行節電 然後呢 氣電供生系統的實質辦法裡頭 比如說免禁標還有地面設置 經濟部不用會農委會 是有會農委會 有農委會 好 你們會農委會以後 那麼台電請問一下 台電有沒有虧限 沒有虧限 你跟我說免禁標是要創什麼 目前台電是 你是肯定民間大家要去做虧限 要去投資就對了 目前台電齁 也在檢視那個虧限的一個容量 那也放寬了一些設施規定 所以呢 所以我們講先後的順序好不好 如果你要推動這個政策 你是不是要去調查 台電的虧限有多少容量嘛 這樣是不是 然後再加農委會 然後再去宣布是哪個地區 可以免禁標嘛 這樣對不對 好 問題上 SOP有沒有這麼做 現在才要開始做嗎 還是之前就開始做 農委會公佈之前 你們有沒有做這個SOP 農委會公佈的時候 我們就在調查 那農委會 我今天為什麼舉這些例 就是說 我們在做主管的人 你下面的人怎麼做 可能你不是 你不可能知道才會清楚 所以我今天聽到你喔 你在談到你的口頭報告的時候 我畢竟來自於基層 你講這個也出問題 講這個也出問題 我再跟你講一下 剛剛陳明委員提到五字基金會 五字基金會的話 他的證明有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照顧嘛 好 五字基金會他的存在 他的地位本身就是有問題 那你們台糖公司還跟他簽了呢 簽了一個開發案你知道嗎 抖六糖廠的話 就交給五字要去開發V啦 有這個開發計畫你知道嗎 好 現在就已經在收過了啦 所以台糖董事長你不用答覆 我請問一下 你們台糖的抖六糖廠那塊地 跟五字基金會有簽了約 然後要給他開發對不對 那時候你跟五字基金會開始收各位 你就回答這問題 你跟他收各位 各位 各位 跟委員報告 那個案子 時間點的先後 我問你時間點的先後 還沒有告 還沒有告 那個那個 OK 你確定嗎 董事長 應該 五字基金會的證明問題的話 是由來已久 幾十年了呢 幾十年的話 五字基金會一直有他身份的問題 結果呢 你又搞台糖的土地的話 要交給他去開發 你在搞什麼嘛 那你在做什麼 目前那個案子已經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我當然知道已經結束了 可是你是有詭計啊 我就很難 很難理解你們的思維 我當時的話 就在想說台糖 台糖的土地交給五字基金會 去開發那些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OK 部長 部長 你可不可以 部長 雖然是個看守的部長 但是的話 有些問題還是行政上可以有作為 這樣對不對 是 好 你下面有個 比如說水利書 下面有個工業局 最關鍵是為了一個台數六輕 的電價的計費 的費率的問題 水價 對水價 對水價 然後在去年呢 因為這個水價的問題 去年要開三次會 看今天 今天開經濟委員會 那麼多的文官都在這邊 他們的時間 全部都在這裡 好 為了一個水價的計價問題 去年開了三次會 到現在還無解 結果這個案子呢 要承到部長 你來做裁解 對不對 對不對 我還沒看這個案 但是要我們 OK 部長 我們做主管的人 我們如果在協調 協調看部 還是看局處 這種的工作 就對了 那麼 本於 他的業務的主管機關 是不是他比較大 是不是他比較大 你的意見 你工業局在講什麼話 你工業局的話 連續開了三次會 水利署的話 不斷就跟你講 工業局不接受就是不接受 工業局比較大 還是水利署比較大 水的問題 水的問題是 工業局比較大 還是水利署比較大 我要看他們兩個理由 我要跟他們兩個人 什麼理由 就水價計價 難道你懷疑水利署的計價是怎麼樣 有土力嗎 有土力的問題嗎 對不對 你工業局的話 對台塑六千多好你知道嗎 有多好你知道嗎 從集集南俄院 當年的話 他們建造一條專用的水管 在佈煩的土地上 佈煩樓 什麼樣的企業 可以在佈煩樓的下台水管 工業局做一條水管 這條水管 有多長 長達40公里 然後呢 建造這個費用 40年攤體 40年攤體 沒打氣是怎樣 利率到3%而已 當時在興建這個 集集南俄院 還有包括的專管 就對了 送到台塑六千 請問那個時候 民間的利率是多少 結果呢 那時候算3%就對了 好 工業局不只是對台塑六千 這麼好就對了 更多好呢 還給它製作沉澱池就對了 這個沉澱池呢 也是40年攤體 這樣有好嗎 部長你知道嗎 集集南俄院 不經你的補償會跟你說 集集南俄院是為了要穩定民生用水 是為了要農業灌溉 集集南俄院蓋了以後 有解決我雲林縣的農業灌溉用水嗎 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合集集南俄院的時候 我們的農業灌溉用水 部長我跟你說就好了 我當了九年的縣長 我現在給你報告好了 就算我給你報告好不好 集集南俄院興建完成 幫助了我營業縣農業灌溉哪一點 都一行 過去你們如果沒有集集南俄院的時候 過去部長請你看我好不好 部長請你看我好不好 過去如果沒有集集南俄院 我們是怎麼解決農業灌溉用水 我們是用最古老最原始的 我們就怎樣 我們就用很簡單的 臉後很積極的就對了 我們就是去這樣 煮一下水路 然後送去怎樣 送去水裡火 陰水路就對了 結果現在你們集集南俄院 你們所有的水和水熟起來之後 熟起來之後 開始就是供應給工業用水 如果要解決我營業縣的民生用水 我有湖山水庫 湖山水庫再下來的話 我有一個湖山的淨水廠 所以集集南俄院 整個的建設 包括工業局建了一個專用的水管 40公里 還有包括工業局幫臺塑電池 蓋了一個沉澱池 臉後咧 我們現在水 要跟台塑這邊這邊 要跟他們說水桂多少 臉後這水桂 把台塑收到後的時候 又送給營業縣的水利會 送給營業縣的水利會 那幾年要送給營業縣水利會上2.4億 那這個2.4億是什麼講 因為水利會 有在加強管理灌溉設備 這樣就要有水利會2.4億 我想不 我想不懂 這個2.4億按理講 也應該收歸國有 而不是給什麼 不是給行政法人的水利會 部長 我現在說到這裡說得多就對了 幾幾難會員 本來管人絕對沒感覺到說 你幾幾難會員的興建 是為了什麼 為了我們的農業灌溉用水 因為 現在我們農業灌溉用水 我乾脆跟你講白一點 農民 台北方 都抽地下水 在灌溉就對了 人家吃到流水 會灌溉的水就對了 少之又少 好 那麼幾幾難會員存在 是為誰而存在 幾難會員是為誰而存在 現在為了怎麼樣 為了一度要算1.2還是要算1.8 只不過增加台塑每年的水費6000萬 你們兩個啦 那兩個 水利署跟工業局 去年要開了三次會 什麼道理 行政效率這麼高 你工業局你為什麼一直屁股台塑6000 你就為了一個水費 的計價6000萬嗎 台塑一年如果多支出6000萬又怎麼樣 工業局對台塑還不夠好嗎 那不夠好 我們家如果要抗水公 你要拿我抗毛 四十年攤梯 例如算三拍這樣好好不好 我雲林縣的話還有五個鄉鎮 賣了台西四五口水林 我們沒有接管率的話 我們還有兩層還沒有接管喔 那我們比照辦理可以嗎 部長 台灣戰略公司也比照辦理好不好 我們家如果沒水啦 沒水湯加就對了 水公砍就對了 四十年攤梯 這樣好不好 沒有道理吧 部長我請問你 台塑六清以他的實力 跟他的能力 他有沒有辦法做海水淡化 他有沒有能力 他有沒有經濟能力 應該可以 可以 他有沒有實力 他也在規劃 他也在規劃 我們也要他規劃 我當縣長他就跟我講他在規劃 他永遠都講他在規劃 部長 你快要做決策了 你的水價 你 你可不可以在這邊回答本席 你會站在水利署這邊還是站在工業局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剛剛本席跟你提了那麼多 工業局太照顧台塑六清了 你剛剛提說經濟的話 為什麼沒有辦法發展 你剛剛還有回答其他的委員 假說是因為環評 拿了幾個當就對了 環評交給你們工業局好不好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環評交給環保署 把環評交給環保署 如果說今天台灣 把環評交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交給你們經濟部 你要面對環境 還有包括工業的開發 你選擇哪一個是優先 所以我現在請問你 我要請問你 台塑六清既然他有經濟能力 他有實力去經營 還有包括投資 海水淡化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時間點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時間點 不要跟他講 在520之前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答案 台塑六清一年 吃我們的水就對了 第二水可以上水關 轉用的水共40公里 走了40公里 對不對 走40公里 每一天 每一天吃多少水 部長你知道嗎 台塑六清 在1分鐘就好 30萬噸 你給我的 我要到的資料是每天35萬噸 如果35段不要用專用的水管送到台塑六清 如果交給水利署 水利署35萬噸的話 就做地下水庫的補充的水源 這樣可不可以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佈局啦 經濟部太照顧財團了啦 所以部長我就會等著看 我就等著看 當你在做這個水價的計價 當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樣的決策 部長好不好 好 是 請你站在主管機關這一邊 好不好 是 我們會做一個平衡的考慮 再跟你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蘇委員 那麼現在 本席在委員會先行宣告 我們今天中午不休息 延長開會時間 自登記發言的委員 諮詢完畢 我們再休息 那麼現在 我們開始來處理臨時提案 我們請宣讀提案 那麼在宣讀提案 因為今天的提案有 應該有十 有十二案 那麼在宣讀提案的時候 我們請宣讀提案